各位善恶中有报天道好轮回 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 大家都深恶痛绝的缅甸的庙瓦底 KK园区 这回遭到了敏昂来的清剿了 敏昂来态度现在非常的端正 自从本野生博士提醒敏昂来 再不交出交漂港99年的这个租用权 然后你就没命了 好家伙 你看敏昂来派人在本频道卧底以后 那位说呸 卧底以后啊 彻底的明白了 而且态度非常的端正 既交出了交漂港之后 敏昂来大将又向中国示好了 他联合泰国警方要清剿KK园区 我们先看看如果没有军事上的压力 敏昂来能醒悟的这么早吗 所以我说同盟军功不可没呀 同盟军今天在缅甸的战报是这样的 根据官方通讯社的消息 在善邦北部 据缅甸仰光新时代消息 敏昂来武装在放弃南木镇以后 下达了秘密指令 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 阻止革命武装进攻和占领 东北军区司令部所在地拉絮 报道称呢 目前 敏昂来武装呢 对进出拉絮镇的人员进行了更严格的盘查 如果没有身份证 旅行证书将不被允许进入市区 或者是经过市区 据悉 12月25号 德昂民族解放军开始对南木镇镇发动了进攻 至28日凌晨1点30分左右 先后占领了324 敏昂来武装团部 曼西据点 班德宾据点 脑赛据点 以及警察局等 敏昂来武装集团设在该镇的所有的部门 德昂军随后宣告控制了南木镇镇 在南木镇镇三天的激烈的冲突中 敏昂来武装共发动了61次的轰炸 投下了218枚炸弹 同时也进行了93次的炮击 期间造成了当地两名平民丧生 八人受伤 以及一间民房被烧毁 自从1027飓风行动以来 德昂军控制了五个镇区 包括南桑 南侃 曼通 孟隆 及南木镇镇 另据德昂军的消息 12月28号18点 敏昂来武装503营及504营混合部队 使用地雷将西浦镇至南木镇镇之间的 孟蝶桥大桥炸毁 目前只能是摩托车及步行通过 据了解该大桥是连接西浦南木镇南桑的要道 敏昂来撑不住了 以前的时候是同盟军炸桥 防止他的这种援军 现在是敏昂来炸桥阻止同盟军的进攻 石阶省12月28号11点 正在耶乌镇举行体育竞赛的敏昂来武装 遭到人民保卫军无人机的袭击 造成了敏昂来武装人员的伤忙 比赛被迫停止了 12月27号凌晨2点左右 人民保卫军使用了无人机对古都新民团村庄的 敏昂来武装据点投掷多枚燃烧弹 并在9点12分到30分向该据点摸进 对驻扎在该据点的敏昂来武装发动了近距离的袭击 冲突期间 敏昂来武装第八训练基地向冲突地点发动了炮击 同时派遣了MI35武装直升机进行了驻镇 期间人民保卫军4名成员轻伤 另外27号13点 敏昂来武装西北军区司令部起飞了一架MI35武装直升机 勿将位于石阶省蒙玉瓦镇的敏昂来武装据点 当作攻击目标 造成多名敏昂来武装死亡 这些敏昂来武装的尸体在28号被焚毁 还把自己人给炸了 仰光省12月28号晚上19点20分 马仰宫区的敏昂来武装旗下的监察部门 以及该部门前面的关卡遭到地雷的袭击 袭击造成的伤亡不祥 在伯顾省12月26号 克伦民族解放军 还有人民保卫军全免学生民主阵线 免族人民解放军联军对博顾省的 焦德加镇的纳粤边村 红泥边村以及焦基镇的雷拜村 南达瓦地区发动了进攻 冲突期间的米昂来武装307-351机动营 以及60步兵营同时向冲突期间发动了炮击 在冲突期间的联军占领了纳达瓦地区 至27号 米昂来武装向南达瓦地区增援的约100名兵力 遭到联军的狙击 期间21人遭击毙 在12月25号14点5分 革命联军队进入了马永坤村的 115名米昂来武装发动了进攻 当天双方爆发了两个小时的冲突 期间呢 米昂来武装15人被击毙 至少20人被击伤 之后遭到重创的米昂来武装后撤 哎呀 大伙看到了吗 即便是在缅北同盟军 如果是停火的话 同盟军取得了缅北自治停火的话 那在整个缅甸昂山素季 美国支持的这股力量 那米昂来武装去怎么对付呢 看来米昂来武装现在也是 这个兵力上捉襟见肘啊 是不是 所以作为野生国是第一人啊 我再给米昂来出个主意 现在呀 你呢 已经和中国达成了利益上的共识 交漂港交出去了 是吧 那么你这个全国的这些 所谓的民团武装 怎么把它扑灭呢 这样你呀 请中国或者是中国成立的民间军事公司 中国的瓦格纳 驻军缅甸保护中国的港口 还有沿线的这些管道 哎对了 不行的话 在在山林里边请中国 这个放三万的城管 被你捡到换上缅甸的服装 你的缅甸定义 怎么样各位 好吧 咱们再来看看啊 这个米昂来再次向中国示好了啊 米昂来果然醒悟的比较彻底 服的啊 也比较这种彻底 米昂来在27号的时候 会见了泰国皇家军队相关的负责人 带领的代表团 在内比都会面中双方就加强两国和两军之间的 现有的友谊和合作条件 边境地区的和平稳定 法治 打击毒品 网络赌博和诈骗 都进行了讨论 此外 为了促进两国边境贸易的安全通畅 双方就两国军队在安全 政治方面进行了讨论 此外还讨论了加强人道主义援助相关的事务 和讨论了信息交流的相关问题 此次会议 米昂来大将 还有总司令办公室的叶乌温中将 军方的高级官员都参与了会见 各位 这是字少事大 缅甸媒体报道这个事 你们明白什么意思了吗 为什么和泰国讨论打击诈骗毒品的问题 因为妙瓦底园区就在 缅泰边境 一条小河 对面就是泰国 如果光是缅甸的军方去打击的话 他们可以汤过河跑到了泰国境内 是吧 然后缅军撤了以后他再回来 这一次呢 米昂来彻底的向中国服气示好了 我跟泰国一块 因为泰国跟中国的关系也不错呀 所以这个妙瓦底 KK园区的末日 我认为到了 对吧 KK园区的那些诈骗首脑们 任耳间话多取巧 难免荒郊土内藏 点个订阅 咱们下集再聊